国庆节前席记者在机场见到了汪峰的身影 当时汪峰充分站在好声音节目的最后阶段 一脸严肃的汪峰抵精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闸口外捡上一只能用的打火机 看那跳打火机的熟练程度 就知道这道程序应该是汪峰眉眉抵精的必修课 走出闸口汪峰的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 电话时间很短 应该只是报个平安而已 据某媒体报道 之前传闻的汪峰和张子怡的恋情被踢爆 并爆料汪峰自爆离婚 或与内鬼透露出恋情被拍有关 走出闸口后 汪峰火速点上一只烟 并等候司机来接 记者发现虽然一路黑脸 但可以看得出汪峰脸色红润状态还不错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